如果问你,你怎么评价伦纳德?你会怎么回答?大概有这样一个稿,对于老次的修策记消息,其他成员总是活跃于记者的报道中,但是对于伦纳德,你可能连五条新闻都找不出来,伦纳德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。 就连马次老师伯邓肯都说,小塔太过安静了,几乎很少与他交流,而主教练波波维奇都曾表示,塔巴一不爱说话,可是就是因为这一点,要伦纳德变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的人,因为不爱说话,叫伦纳德默默承受了外界所有的攻击,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马次而不是球员啊。 可笑的是伦纳德就曾经讲过这句话,伦纳德表示,人们看待新闻,会有自己的立场,我在这的时间不长,我在这只有六年,而马次的兴盛时间比较长,人们永远会先相信马次。 这句话很快被马次的公关人员打断,但是这句话,有多少的心酸悲苦,圣安东尼奥还在继续,可是现在的圣安东尼奥,已经不再像从前,而伦纳德,还是那么不爱说话。 在到达多伦多之后发布的第一条,跟伦纳德有关的照片中,伦纳德罕见的笑了,希望伦纳德在多伦多能够更加开心,德罗战也是。 谢谢。